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远连手机都要藏 女人又怎么会觉得安心 女人翻一个男人的手机并不是生性多异 而是要试探男人的态度 一个男人如果手机随你翻 既证明他对你的感情 也证明他的坦荡 爱人之间 彼此开诚不公 女人会有更多安全感 两个人的感情也会少些嫌隙 多些幸福 第二 他的朋友都知道你 男人秀恩爱的举动 也会给女人带来莫大的安全感 女人需要男人秀恩爱 并不是虚荣心在作祟 而是要求一种身份的宣告 一种感情上的肯定 一个男人如果会在朋友圈秀你们的恩爱 会让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你的存在 说明他并不是只想和你玩玩而已 而是想让你也可以正式的参与他的人生 主动把你介绍给身边的男人 主动把你介绍给身边人的男人 无疑会让女人被感安心 只有当一个男人 把女人纳入到他的朋友圈里 这个女人才真的和他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才算是真的成了他的另一半 第三是他乐意给你花钱 男人给女人花钱并非是买更多的奢侈品 费多少人民币 而是要体现男人对女人的重视 女人在男人心里的地位 如果一个男人把钱财看得比伴侣重要 要女人怎么安心陪你过日子 如果男人不肯为女的花钱 也不怪女人生心多疑了 疼你的男人手头再紧 也不会让你去吃苦头的 男人的钱花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没钱的都是借口 美心才是真的 什么爱你疼你 都是口受无凭 落实到位 才能给女人带来安全感